3月23日应柬埔寨政府邀请,中国政府赴柬埔寨抗疫医疗专家组出征仪式在南宁举行。 此次前往柬埔寨的7名专家组成员,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广西壮族自治区选派。 成员由呼吸、公共卫生、实验室检测、感染控制、中医、护理等专业的专家组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均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保健局副局长爱祥介绍,此次前往柬埔寨,将与柬埔寨有关方面深入沟通交流,毫无保留地分享抗疫经验。 那么这次呢,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到柬埔寨,帮助柬埔寨王国开展针对新冠肺炎的一个防控工作。 主要还是分享交流我们国家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取得的一些经验和成果,同时呢,帮助柬埔寨王国对他们的目前的疫情防控进行一个指导和帮助。 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所副所长谭东梅接受采访时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广西已及时准确检测约6万份样本,再及时发现救治病患,遏制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行主要是帮助柬埔寨提升新冠疫情防控能力。 就是把我们在过去这么几个月里面,我们国家还有我们广西在抗击新冠疫情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做法,和柬埔寨的同行进行交流和分享。 然后对他们呢,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困难呢,我们呢,专家组也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来帮助他们柬埔寨提高他们的疾病的防控的水平和能力。 据悉,当前柬埔寨在疫情防控方面面临实际困难,广西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未体现广西与柬埔寨的深情后遗。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陆新社,自治区主席陈武,联名向柬埔寨首相洪森致慰问信,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名义,向柬埔寨政府捐赠一批价值约325万元人民币的抗疫物资。